嗨 我是魏老闆 这集很实用哦 因为你可以赚钱 小编也想知道 就是要 到底要怎么跟老闆谈加薪啊 如果老闆就没有主动要帮你加 你要怎么去开口去谈这个加薪呢 如果喜欢我的职场内容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并开启所有通知哦 加薪是要主动开口吗 还是我只要够努力 老闆就会看见 然后帮我加薪 我觉得每个公司不一定 有些公司的加薪的那个途径很完善 它就是固定每一季 或每一年就是有一个考核报告 然后谁做的好就是有预算去调 你做不好它也是直接砍你的那种 通常外商公司都是这样 它固定淘汰 你就算做得再好 你只要是后面3%就是再见 那你做得好 或是比例有多少 它就是奖金之类提博我给你 你根本不用去瞧 可是台湾的本土企业 比较多没有那么好的制度 通常可能就是要等老闆有没有看到 然后以及你要去主动去讲 我觉得平常 日常就要刷存在感其实很重要 你不要要加薪才要去刷你知道吗 你不要以为公司那么大那么多人 老闆整天都在砍你 主管整天都在砍你 他那个部门里面几十个人 就算只有十个人好了 他也不见得整天都注意到你 他自己也很忙啊 所以平时就要刷存在感了 平时做好什么就要主动回报了 不要再要加薪的时候 才要一股脑全部说出来 那结果搞不好你 你自己觉得你裂了很多 可是主管根本没感觉 你平常做好什么就要主动回报回报 那个小回报其实就是在 小小的邀功 小小的刷存在感 让你知道我做了什么付出 啊有什么问题什么什么 那我刚刚已经处理掉了 然后什么什么 一上回报 他就是知悉知悉知悉就够了 至少不会是你现在才讲 然后他已经是半年后的事才觉得 蛤有这个事情啊 哦真的你排除的 我也不知道耶什么 就没有存在感 你排除了就要讲了 就小小的邀功 什么状况下比较适合谈加薪啊 我觉得每个人一定都想赚最多的钱 如果说真的你不想加薪 我还觉得你都没有事业心 好的老板不会不想要 你想要赚更多钱 我就是希望你应该想要赚更多钱 所以你才会更努力啊 嗯 那如果你是那种就随便啊没差无所谓 很难叫你做事吧 因为你就觉得我这样就好了啊 我干嘛那么累 嗯 对所以其实老板并不会讨厌 员工想要赚更多钱 只是你有什么理由嘛 我先讲一个很简单的就是 如果你谈进来的工作 已经是配对应这样的薪水 你只是在做原本的工作 那你的薪水就会是这样而已 那如果你要增加薪水 当然就是一个是 你有多做了别的事情 是原本谈的那个薪资里面是不包含的 那你就有机会加薪 那另外一个就是 你做的是原本的事情没有错 可是这个东西的 才值变高了 值得变好 你也值得加薪 所以一个叫做事情变多了嘛 一个叫做事情没有变多 可是变好了 这两个都有可能可以得到加薪 可是要怎么开口啊 就是我如果做好的话 那我要跟老板说 诶 我那个事情做的还没错 什么叫做好 很多人会没有好的观念 会觉得我做了啊 那就该帮我调了啊 嗯 不是不是 是有做好才算哦 如果没做好的话 有可能公司还在想要不要换别人做呢 结果你去谈进嘴 哦 这不是很尴尬 很尴尬 你要你要能够分辨那些事情有没有做好就是前提 你得很了解 这件事情有做好是为了什么 比方好 有些有些业务单位就很简单 你做的这件事情大概多少业绩吗 我们增加了百分之二十的业绩 我们增加了多少订单 是因为你做了这件事 那这么明确有数据的东西 有公司有赚到钱的东西 你要谈薪水就很好谈 可是有些事情不是这样子嘛 有些东西可能不是不是业绩这种事情 那你就要看有没有什么指标 例如如果是客户的关系维护 可能以前很多客户都是对你们公司都是抱怨的 可是你接了这个事情之后 现在的客户都搞定 都愿意配合公司或干嘛干嘛 这就可能是一个指标 那你要能够把它列得出来 简单来说就是 你知道你的战功是什么吗 你不要以为你有出去作战就算钱 他的结论对公司是不是好的事情 不要就是心里面只有觉得 我觉得我该调薪水了 然后没有带成绩单没有带战功 就去用聊天的 主管一定是希望听到你 你觉得你什么做的很好 结果你讲不出来 因为我自己当老板快二十年了 我常常会遇到错误的谈加薪方式 就是也许有些人他会说 要帮我在公司待很久了耶 年字来讲 这个真的是很常听到 然后自以为好像很合理 可是其实 我没有理由帮你加薪的一个事情 就是他觉得说我待很久了 所以应该调了 我觉得这个东西为什么很不好 第一个好像有点抱怨 我来很久了也都没有帮我调 好像你欠我这样子 有点不是很好 第二个是你如果待很久了 但是如果你的能力或产值没有增加 那为什么要调薪呢 有一种我没有功劳 可是我有苦劳的感觉 对对对 那你应该要去公务机关 他其实每年就会有加薪多少 可是很多公司 其实尤其是现在新的公司 都不是这样的 薪水就是看你有多少产值 或你有多少功劳 而不是你待了多久 对所以我个人觉得 我待很久了也不是一个好的 谈加薪的方式 我跟你讲 最糟最糟的谈加薪方式是什么 大家知道吗 就是用理智来谈加薪 就放大绝 不知道为什么 因为你想要获得加薪 然后你不想被拒绝 所以就很容易会讲 如果不调整成怎么样的话 那我可能要理智 可是如果没加成 你又没有要走 我就更尴尬 对对对 那有些人可能是心里面 真的这样想 就是如果你不帮我调到多少 那我真的觉得也不值得 那我要走 你可以这样想 没有关系 不要说出来 你只是在秀你的底线 我不需要秀的 如果你心中已经做好这个打算 都是没有帮你调 你再走就好 可是你不要谈薪水的时候 用这个出来讲 我跟你讲 每个人都一样 这世界上没有人喜欢被威胁 没有人喜欢被说 如果你不怎么样 我就怎么样 更何况如果他是老板或主管 他更不喜欢被这样 会有一种好像就是 你就是被压着 一定要答应的感觉 你可以去说 你觉得做的哪些事情 然后同样的 呈现这些数据跟产值 那是不是有机会 在心智上面有调整的空间 我刚讲的这句话要学起来 是不是有调整的空间 这是一个很圆融 跟很内敛的说法 我觉得很多人 没有这个沟通的技巧 就会直接说 那这样子我可不可以调到3万5 你还数字直接说了 你值多少 要不要让对方评估你一下 那再巧嘛 不要直接就是 就是如果我下个月不调到3万5 那我要离职 这其实是一个很低劣的沟通方式 即便那是你心里面想的嘛 不代表要直接说出来 那你可以 先以退为进 所以你就可以去暗示说 这个部分我目前怎么样怎么样 有什么心得 然后做了什么 那不知道 有没有机会 就是有调整的空间 通常这句话 老板或主管就听得懂 可能就会给你一些暗示 就是说那可能可以调 或者是说 但我可能需要你什么部分再加强 你也可以在那个过程中发现 原来你以为的好 可能不是公司要的好 你以为你这样这样这样 可是公司却说 可是你知道你这样后面其实变得很麻烦 比之前还要什么什么 你有发现吗 你才有机会去 检视自己原来这个好不是公司要的 很多人是不跟公司讨论这件事情 就直接说我怎样怎样 所以我要多少 然后被公司打枪这些事情的时候 他才又觉得很多年他就见效转生气 因为你不给自己台阶下 那你再确定公司觉得你这样是好的 再往下一步 就那这样不知道有没有调整的空间 一步一步 有谋略的来进行 会不会有人是觉得老板很怕他走 所以他就用理智来问心 有人是啊 有 可是我说实话 如果这家公司没有你一个人会怎样 你应该是超大主管 还是你就是CEO 还是你是什么 通常不会是一个部门里面的一个 就是那个就是把自己放太大了 自以为自己很重要 对 自以为说 这个没有我一定是直接就没有人做了 因为这个事情只有我会而已 那如果我直接这样子讲 那老板就一定会帮我挑 我跟你讲 也许有些事情真的没有你不能做 他可能真的会帮你挑 但他同时也会找别人进来学 因为他会发现 你会威胁我是不是 你现在告诉我 没有你会死是没有 好 那我先就加两根进来 不要让你再来勒索我 对 对 现在没有你不行啊 三个月后看看 这样你再挖洞给自己挑 对 对啊 我觉得有不可取代性当然很好 可是那个东西是在提醒公司 你的重要性 然后可不可以帮你挑 而不是拿来威胁 就跟你说了 世界上没有人喜欢被威胁 你是威胁还是提醒 就一线之隔 干嘛往威胁人的方向去 让人家觉得不舒服 他一旦觉得不舒服 就算你再好 他可能都想把你换掉了 对 那何必呢 何必让关系变成这样子 明明就你做的也很顺啊 其实公司也不想换掉你 因为他在交新人 你是要有成本的 他先帮你加了 然后再去请新人 他再给你资钱费 其实两边的人都损失 那何必呢 所以我觉得 不要一开始就往那个方向去 然后我之前在IG又遇到 有人问我说 可是他就是遇到被挖角的机会 然后薪资就是比现在多 然后害他有点心动 可是他心里面又 其实想要留在旧公司 如果旧公司也能给他差不多的薪水的话 他其实不想走的 应该会很多人遇到这样对不对 那怎么办 你要不要去跟公司说 要吧 那你会怎么说 老板那谁谁的公司挖我 他多开了五千 那你最好也要给我这样帮我走 开心吗 这样不对啊 可是事实就如此 怎么办 怎么讲 那边多五千啊 所以我想走啊 那如果你给我我就不走啊 就真的是这样啊 只是不用这样讲 说话的艺术 说话的艺术 罩男喔 我觉得这时候要打 就甘心的牌 你不要讲这么现实的话 就是因为越现实的事情 不要用越现实的方式讲 因为现在是你握有那个条件 你可以选择要走 那这种情况下 你要更谦和一点 内敛一点 去说 我因为一个什么样的机会 然后对方是开了多少的薪水 那你自己遇到这样的机会 其实是 你是想要留在原本的公司的 那只是说也因为这样的机会 才让我知道说 其实我的价值是可以倒降 那但是但是 我真的非常挺公司 也非常想要再继续留在公司上班 那是不是有调整的空间 就懂啦 我想留 明眼人说话就是这样子啊 不用到处亮牌嘛 那对方就懂说 OK 第一点是你想留 这一点就是让大家觉得说 我们是一起的嘛 你没有要离开我啊 那至少老板就觉得 好啦你想留 那但是人家又有人开这样 所以再怎么样要把你调嘛 那看是调到底样还是怎么样 你们在讨论嘛 那正常来讲 如果都已经有人开到那样了 你不开到这样给人家 叫人家留你好意思 哦 你外面可以赚五万 我这边给你四万 然后我叫你留 我自己我都不好意思 如果外面开五给你 我会觉得那我也 我也要给你这样啊 除非是有些老板可能会觉得 你讲五不见的是五 哦对 你会多讲 嗯 比方好随便讲 如果你现在 因为是有人开五 那你他可能会说 可是因为公司预算或业务 或怎么样 可能可以帮你调到四点五 你觉得OK吗 那你自己就要去衡量 你觉得OK 因为搞不好你多 你自己都多讲 可能本来就是四点五 那你已经调到你觉得一样了 那如果你没有多讲 外面有五你真的要走 四点五真的不能接受 你就说吧 你就说因为 毕竟就是知道了自己 其实是可以领到五的这个水平 那不管是家里面的因素 或者是对于身体的 正规化的考量 即便再怎么样想要留下公司 可是这个薪资的水平 还是我想要去追求的 是当下直接讲吗 因为他如果当下都问你了 你四点五真的不OK 你外面有五 你就是要去的话 你就是要讲了 不然呢 你还不是要去提离职 那你要再下一次吗 但不可能 你就是要讲了啊 而且你要争取的是 在这边也可以拿五 你就可以不用走 你的年资 你的特效什么 不用重来啊 对 那也是成本啊 所以有一些人会考量这样 即便外面有五 如果公司帮我调到四点五 或四点八 他也OK了 因为你的很多福利不用重来 而且新的地方你不见得能适应哦 你不要以为那边 那边主管什么样子你都不知道 那同事什么样子你也不知道 那边有什么烂摊子等着你 你也不知道 也许也许 在现在你稳定的空间 然后四点八 你可以接受了 那如果真的不行 就不管那边有什么东潭虎穴 我就是去啦 怎么样 那你就说 可是因为这个水平是我想追求的 就是希望说如果愿意帮我调的话 是不是可以至少是一样的水平这样的 记得要再次强调 我是真的真的比较希望留下来 这一点很重要 让公司知道你是想留下来的 你只是在争取留下来的机会 你不是一定要用钱在那边那个 知道吗 虽然是 可是就不用这样子 这是一个斡旋 这是一个谈判 你在为了你的薪水谈判 谈判是一件事嘛 要不要让关系破裂是另外一件事 大家可以开开心心的谈判 所以你会发现我刚刚讲的调性都很软 那我觉得这样是比较好的方式 好 那如果不是被挖角 就是自己去谈薪水 然后被拒绝怎么应对 我跟你讲这种事情是会发生的 你不要觉得你谈东西会那么顺利好不好 怎么可能 被拒绝是 几率是比较高的吧 你本来就要去想好说 被拒绝你要怎么样 你不要整个脸就丑了或什么 你要预测立场说 如果被拒绝那我可以怎么说 如果他拒绝你的理由很充分 就是刚刚我们讲的 你其实做的没有那么好 那公司其实在这个过程中 让你知道其实是这样的时候 你自己就了解嘛 你就可以埋下一个伏笔是说 OK 我会就公司所需要的这个部分 做调整跟努力 当然是希望如果我有做到的话 是可以再有这个空间去争取的 你等于就是告诉公司说 你愿意去努力 可是我如果努力做到了 我还会为了争取哦 这个是OK的 就很正面这样子 你也可以在这个时候看一下公司的态度 因为有些公司是 就算你做到还不帮你嫁 那他们可能就会找一个理由 就说可是公司的预算 你也知道现在市场环境 你就要意识到一点 这个公司等于是 你不管怎么努力 他都不会帮你嫁 有时候就是这个产业在走下坡 或者是这个公司在走下坡 那这时候你反而是自己要主动想想 可能要想办法跳槽 也许你是要脱离这家公司 也许你是要脱离这个产业 那这时候你就不是你努力的问题 是你的选择的问题 所以不要傻傻的 一直去想自己的薪存 自己的薪存 你要去想这个中 是有没有资格给你薪水 他把他都不配了多少 你要叫他再帮你加薪 可能真的是不可能的 我分享一个小诀窍就是 如果你也没有多做什么 可是你想要增加更多的薪水 他也没有给你别的事 然后你也没有机会加班 然后你想要在这家公司里面赚更多钱 可以怎么做 你们有想过这个问题吗 问老板我还可以多做什么 对 但是你是在 你是等于去暗示说 我可以多做什么 以赚更多钱的前提哦 你就可以去去暗示说 老板那个 目前我的工作可能怎么样 怎样然后都有上回到什么 你要先让他安心说 你的事情是做好的 你不要事情滴滴滴滴 还去说 老板我可以在干嘛吗 那结果你自己手上的事情都持交 那就不行啊 你要先去说 我手上的事情都已经怎么样 怎么样 那目前也怎么样怎么样 那不知道他没有什么更多可以帮忙的部分 通常 聪明的老板或主管应该会理解 你还想再多帮忙 当然不可能是人那么好啊 哦 哪有人那么好的 上班就是要赚钱啊 对啊 初白上班就是要赚钱 拜托哦 老板 老板 不用了嘛 老板自己要有这个意识 你不要一直觉得 他跟你一样爱做事 你爱你做事有钱赚的人家 咧 那不是我面边老板 人家想做事 一定是想要多赚钱 那如果你有这个事情给他做 你就可以去评估 如果人家有做好 是不是应该帮人家调整 那如果這件事情是真的沒有多錢賺 你要不要也讓他知道說 這個部分你可能可以學到什麼 可是我跟你說 這個部分可能公司沒有預算 可以什麼什麼 你先跟他講讓他覺得 我學到的是經驗是不是 他搞不好覺得OK 可是你不要都不說 然後到時候人家就覺得你壓榨他什麼的 我覺得那個心裡面的信任跟那個基礎 我覺得蠻重要的 我當然也覺得 增加這些經驗值其實是有價值的 可是你也要人家認同 你不要自己就覺得說 拜託讓你有這個機會什麼什麼 你學到還要多拿薪水 我覺得老闆不要這樣子 不是每個人都覺得那樣很重要 可是你可以先讓他知道 這個部分調整的薪資可能沒有對應那麼多 可是這個其實是一個什麼很大的什麼基礎 如果你以後要爭取做什麼事情 這個東西可以讓你有很好的經歷 人家要做得做得甘願一點啊 是不是 我覺得做得甘不甘願真的很重要 如果你要人家甘願 麻煩你告訴他 這件事情有錢以外的什麼價值 不要你都自己覺得 人家不覺得 怎麼變得在跟老闆做好 去攤家鑑真的是一門藝術 不管是老闆或是員工 其實都有需要學習的地方 都有可以更好的地方嘛 大家都是要互相替對方照相的啦 對 然後如果覺得我的職場經驗還不錯的話 歡迎訂閱我的頻道 並開啟所有的通知喔